由國立中華蘇冠大學跟鐵路局合作辦理的 台灣科普列車的外郎 特別來到水里車站基板 南大館來 六間國小的好好 中央是出動了120幾個學生小孩 做回在建立做科學的時間和體驗 外中包括有空氣泡 大象牙膏頂點 中央是非常老實 掃把掃下來 要用什麼 熱身糖對不對 小朋友聽到背了 跟老師做回體驗空氣收拾出來的內容 第一次看到這種狀況 讓大家是非常開心 空氣的推送就會送出來 這就是空氣泡的原理 由國立中華蘇冠大學 和鐵路局合作辦理的台灣科普列車 特別來跟水里車站進行 南大館來 六間國小學校 中央出動了120名的學生人 做回在行程中做科學的時間和體驗 科技部有一個台灣科普環島列車的活動 他從台北出發 藉由四天時間環島一圈 那很可惜因為南投並沒有在那個專車裡面 那我想說我們南投應該參與這個活動 所以我們特別就跟科技部爭取說 我們透過南投的經濟線 也來加入這個活動 這是我們希望說 南投的小朋友也不要喪失這個機會 南投館親戶的家庭也表示 希望透過這齣的活動 讓小朋友更加了解科學 未來也會繼續努力 跟其他交友單位的合作 讓南投館的學生人繼續學習 那這段期間的話 有賴於校園內的各個老師努力的一個教導 我們發現科學在也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它可以落實在生活當中 讓小朋友在日常生活周遭就能夠去觀察 那麼透過觀察研究就能發現 展現他們自己的一種學習的一個精神 我們透過學術單位的一個合作 希望把科學教育扎根 科學班車嚇過十八個元氣 並且在修繁大學的努力之下 各體路橋來配合 希望科學的教育 也能讓朋友的學生作為參加 接下來我們上次的報導